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脑击败了围棋的高手 主要在讲机器会思考吗 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至少你要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 我们其实现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把历史资料先收集起来 像我们刚刚收集了 2011年到2020年 这10年的中华民国进出口的资料 这就是历史资料 然后我们来去做分类 什么分类 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 也许说进口成长还是进口衰退 做这两个分类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收集特征 收集完特征之后 我们要透过一个演算法 去做所谓的一个预测 我们类似是在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教你怎么做 首先第一件事情把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就是说请你们下载下来的这个 支撑外贸数据应用分析 2021 0508支撑这个档案 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我们应该可以发现 里面有进口的资料 有出口的资料 所以我就先讲进口好了 当我们今天要来去分析进口的资料 你就要想到说 我们进口就是因为台湾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足 但是大家都需要 那你就想知道说 那我们国内的这个民生需求 大概是怎么样 你觉得进口会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类似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就来画第一张这张图 那怎么画呢 首先在这个空白的地方 我觉得我在做任何一件事 我希望就是把要做的事情先写在这地方 举例来说我们来做进口分析 所以在这边请用插入文字方块 其实常用底下也有文字方块 一样的功能 然后请把标题 例如说我叫做那个中华民国进口分析 那反正都是中华民国 我干脆就不写那么多 我们就做进口 进口分析 就是我用插入文字方块 然后里面就打这个字 然后把它稍微设大一点 例如说设到20字中 你有没有发现进口分析 我其实可以移到进这个字前面 按一下Enter键 然后最好是每一个图都有边 有边 这个文字方块的属性这边边界打开 打开就是再点一下它 它就打开来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边界 好 前文先动手 做第一个 这也是只是不能做互动的一张小图 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只要留现在这一个字三教育 其他都关掉了 因为等下会这样的行为 因为它是一个画图的工具 而且你背后那些资料 它其实 有机会变成一个大表层大表层 然后这个层 我们称为叫以靠层机 这边又可以再讲故事 好了吗 我认为是 我会放在这边 按一下 这边 放在这边 通过 最后 这里 就想换卦 我们 都要 不想换卦 没什么 但是 我 就想换卦 在这边 我们 我 我觉得 這是你的 所以它 很大一張 所以我們就 很重 很重 別人 這是 這是 就是 它已經放在原來的 就是 這個 這個 現在就 進口分析 所以 所以 其實 我們先看 這張進口分析 呃 各位應該會很好奇 各位應該會很好奇 那 大數據分析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很多年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各年的表現畫面就使用一下 首先 各年的 進口值 好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資料 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回到 就是 就是 類似像以色雅的一個工作表 你看 進口 進口是它 所以點一下 進口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日期 好 我就可以去算算 各年 各年 然後 這個值 值有看到嗎 值 好 對不起 那前面這都是 其實這個值我們都可以刪掉 根本就不需要計算的 好 例如說2015年 是不是要把這些值全部都加起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畫這一張圖 首先 你先看一下 這個值是靠左對齐還是靠右對齐 靠左對齐 靠左對齐是什麼意思 它是文字 文字能不能計算 不行計算 所以 麻煩 我們要去再做資料清理 針對數值做資料清理 常用 轉換資料 那麻煩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也許你點了轉換資料 你想要去看我這個內容 你可能會出現錯誤 會出現什麼錯誤呢 就是那個 找不到來源資料 所以要麻煩請你們 這邊 如果出現不正常情形 你 我跟你講 主要就是來源 這個地方出現錯誤了 來源 然後 麻煩你快速點兩下 來源 然後去修改 修改 你看像我這一台電腦 是我放在 ASUS這台電腦名稱 底下的這個 download 底下的這個檔名 那你們的電腦絕對不叫ASUS 可以嗎 所以麻煩等一下請你們快速點兩下 那就是進口最上面第一個動作 就是來源做一下修改 修改成 結合到你下載裡面那個進口或者是出口 然後接下來 值 請點到這個值 請問一下 他都是文字 都是文字 所以 這邊出現 等一下是不能運算的情形 所以我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我必須要做 轉換 把文字改成 整數 我們 我們的計算單位 我們的計算單位 對不起 當你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拉到最下面去做 現在這件事 不可以在這邊做 好 等一下 我先把這個先刪掉 剛剛做的事情 剛剛那個來源做完 剛剛是不是講這個樣子 稍微等 再等一下 他還沒有跑完 好 請拉到最下面 就是 剛剛本來是長這個樣子 好 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 然後你去看 進口 進口裡面 這個值 只有值 產生錯誤 這個值 全部都要轉換成整數 那像這個 這個A-ROR怎麼辦 你看A-ROR A-ROR 當然我們就要移除掉了 A-ROR它是文字 它放一個橫線 所以這也是那個 資料庫 它不接受空值 所以你就一定要塞一個東西 在那邊 那是 那是早期的資料庫的事 不對 現在也是希望你做這件事 請問一下 你沒有值 你幹嘛要去做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他會認為說 對於電腦來說 你沒有值 你放一個 例如說 人民 但是這邊的值 是空值 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好 可是我們現在要做刪除 怎麼做刪除 滑鼠右鍵 點到 點到這個綠色的 移除錯誤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你要補作這兩件事 首先文字轉成數字 好 所以回到進口 回到進口 一樣 通常我們做這個步驟 一定是在最後面那個步驟 繼續做 然後請拉到直 滑鼠右鍵 對不起 不用滑鼠右鍵 就是點到直 然後轉換 請把資料欄位改成 整數 改成整數完畢之後 那裡面還是會有錯誤 好 記得這個 滑鼠右鍵 點這條綠色線 移除錯誤 那個錯誤真的不需要做計算 好 就是 進口要做這兩個動作 出口也要做這兩個動作 好 那我們就點 常用 關閉 並套用 這是 直 的 數據清理 請你們把你現在動手做 然後我們才能去畫圖 對 是 是 各種 你只能去畫圖 你不需要畫圖 好 西館 有 你不需要做 你不需要畫圖 有 我可以畫圖 你不需要畫圖 在裡面 因為是鏡頭 對 然後他們處理 像做好 做正常 然後請移到最下面去做 步驟最下面 對 然後再開始去做放直 轉成整座 然後移除 然後進口做完 它要做出口 好 對不對 好 我先打再給他 等一下 按幾下 按幾下 按到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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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图所以回到报表 然后麻烦请用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就是 画图的时候有这个辅助线 这个叫grid 在检视底下 检视底下麻烦请把隔线打勾 还有贴齐隔线也打勾 你就会出现这些内容了 好 那接下来我要画什么图 各年进口统计分期 所以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我要画的是进口 所以你可以打开进口 各年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的是进口日期 不是年 也不是西元年或民国年 是日期 前面一定要有这个图示 因为这个包含非常多的资讯在里面 它有年 季 月 日 甚至还可能包含十分秒 好 打勾 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知道各年的进口 所以建议我们勾选直 用什么图来去画呢 请用这个群组直条图 可以吗 好 四个动作了 我先删掉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直条图 三 进口日期 四 用勾选的 勾什么 直 我是不是就画好这张图了 你不要小看这张图 这张图我想也是要也很容易画 对不对 好 等一下 这里面学问可多了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的 开始 wholesale 词 水 去 我 先 我 那 他 我 启 日期 這張圖我們稍微把它做一些格式的調整 畫面就用一下 為了我現在講這張圖 所以我稍微放大一點 可是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標題 我一點都不喜歡這個標題 好 首先 首先 你要知道這裡面到時候會有很多 很多張圖 所以通常我不會把這個年跟這個值 呈現很大 好 這只是提供給你們參考 可是這個標題就很重要 那標題在哪裡呢 在這裡 請點 點到這張圖 然後視覺效果 中間 這個 格式 標題在這裡 標題 可以打開來 請問標題是什麼 各年 請問這個值 是什麼值 進口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 各年 進口 進口 統計 然後我喜歡放字中 然後把字稍微變成大一點 好 還有 還有 很多人很喜歡 把這個資料標籤都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一點都不重要 請你把它關掉 因為等一下 你才會知道說這個數值真的不重要 可是我覺得有一條線是比較重要的 叫趨勢線 可以嗎 趨勢線在這裡 趨勢線在這邊 然後 請把趨勢線加入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 不會覺得這很困難 就是 首先你先把標題打出來 在格式底下 還有趨勢線在分析裡面 可以嗎 換你們動手做的 你等一下那個格線 格線 按根本 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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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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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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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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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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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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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我也查到说 2015年全球原油进口量 这是2016年的新闻 2016年年初1月13号的新闻 他在讲2015年全球 全年原油进口量达到这样子 创历史新高 好 可是我觉得这是大陆 然后在中国2015年原油的进口增加 可是我们台湾 台湾在减少 需求减少 是不是因为他涨太 他这边在讲国际油价下跌 2015年国际油价下跌 请问国际油价下跌 跟我们这边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他跌 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买进来了 听得懂 需求不太可能突然说好我不我不开车了 可是2019年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你就必须要待在家里 就规定你不能到处趴趴走 所以变成这边不是这样子 这边是因为石油价格跌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他当然就下掉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来去买原油了 好 再来我想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几个很重要的数值 我们来去看一下 以需求能不能做到G的分析 这是棉的分析 那我们来去看 这个按钮叫做向下探索 向下探索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 第一季就是各年的第一季的总和 是红色 然后第四季是蓝色 请问一下你觉得 是不是要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一月份的进口会比较少 第四季的进口需求会比较多 对不对 这不就蛮值得来去研究一下吗 可不可以再往下探去看月 好 二月因为大家都 我觉得了 二月有我们台湾有过年这件事 会受到一些影响 否则原本这边的需求会挤到3月 我觉得可能会是这个原因 就是它的需求 应该差不多都维持在这边 需求维持在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的趋势现在这边不见了 因为它的期没办法连续了 因为这个是2011年1月 加2012年1月 加2013年1月 加2014年1月 到2020年的1月 那这个是 2011年的2月 加2012年的2月 以此类推到2020年的2月 这两个时间是不连续的 不像刚刚画趋势线 是因为连续 记住趋势线 如果你在不适当的地方呈现 那就显示你的不专业 好 不过这张图 应该又可以再写一些知识 在这边了吧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可以吗 好 那 对不起 因为刚刚只讲了这一个图示 我想你们应该可以了解 所以我先把这个是向上 向上就恢复原状 所以请你们去动手玩一下 这个以季来分析 发现我们进口是有季节性的 然后以月来分析 那就在第一季的2月是最低 但是不要忽略了第一季的3月大幅成长 那代表说那个需求被2月稍微挤压在那边 但是实际上的需求还是有的 所以就大幅的成长 好 他只是比较晚一点发生 请你们来去玩 你放心你做完的这些事情 我先请你看这些事情 到时候你的老板也会去点这几个按钮 因为他们也可以玩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自己来句话 那哪一些国家 哪一些地区 哪一些地区 我们现在就来 以就是那个进口 进口统计分析里面 我们来去看哪一些国家 哪一些地区画面就用一下 在哪一些地区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们来画一张另外一张图 例如说圆形图好了 圆形图 请问圆形图的话 你要告诉他我要画的一个图例 就是地区 就是地区 比如说亚洲 欧洲 北美 中美 南美 好 各位应该猜得到 哪一个国家跟我们 蛮密切有关系的 就是中国大陆 好 请问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把值 放到值这边 对不对 值 放到值 所以你从这张图 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 那个针对全世界各个 各个地区 各个地区的分析 对于亚洲的依赖进口程度是最高的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些知识都要写出来 不过我想这不难去理解了 可是 第一是亚洲 再来我们的合作 进口 进口通常有时候是合作关系了 好 请问一下 第二名是北美 好 各位不难想象 你觉得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美国 这样了解吗 当然要到下一阶才能 去说这件事了 我只是先告诉你 好 来麻烦请你们做地区分析 可是我们在大数据分析 通常都不画原形图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我就讲解 给你听 好 原形图画完了 那位同学我看到是跟我一样的图 所以画面就用了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难去理解 这个亚洲跟我们的关系 那通常 通常这边是不是这一张图 各年进口统计 各年进口统计 跟各地区的进口统计 它应该是有关系的 有时候我们想要去了解 例如说 近年 就是2020年 它的 它的各项 各地区的一个进口 对吧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太难看了 尤其是当你今天年很多的时候 它因为要呈现这个比例 所以假设你今天 假设连续看好多年 请问这张图在告诉你什么 你也搞不清楚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太难去懂了 所以我们 有一些人真的就会把这张图 改成 树状图 树状图 例如说当我点一下它 你至少可以发现 在整体上来说 整体上来说 是不是它是第一 亚洲是第一 就是跟2020年第一 而且这边还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比例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更多的互动性 所以我现在我只能告诉你 最佳的图还是直条图 所以请这张图 请点回来直条图 而且这个直 这个直 建议换一下 换成用百分比的方式呈现 然后请你现在点它 为了上课方便 我只能稍微 稍微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请问一下当我点到2020年 它告诉我这边是不是突出去对不对 好 我要告诉你 本来如果你只是用值 这张图只是用值 这是原本预设的 没有任何计算 它 它这个地方我点下去 它只会呈现这个值给我看 可是 这就是刚刚树状图它的困扰 最好是把它用比例 就是刚原型图那个比例呈现 所以这边我改 把这个值改成总计百分比 对不起 不是它 是这张图要改 这张图改成总计百分比 好 当我现在点选2020年 结果我发现 我2020年 对亚洲进口依赖是增加 没有减少 好 那你就会说 怎么看 这个浅色就是平均 就是各年所得到的一个总平均 那2020年对亚洲的依赖更加增加 那请问你对什么 中东的依赖减少 可以了解 好 就是在假设 自由贸易开放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疫情发生 我们可能对于 中东这个地区的进口量会 进口的值会减少 那对于 对于亚洲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为什么 就是 就是 请问你敢去欧洲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反正 那个再看2019年 有看到 2019跟2020好像都在讲这件事情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才是很重要的互动式 我要跟你分享的 而且你要报告给老板听的 刚刚那张图没办法讲到这么细 他只是告诉我们说 对于亚洲 对于亚洲的一个依赖是什么 可是你能不能看到2020年是怎么个依赖程度 2019年 那我们来看这一年 2015年 就是石油大跌的时候 是不是跟整体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就有影响了 好像从2016年对中东的依赖慢慢开始减少 对吧 对吧 都输于平均值 中东 中东 那我的意思是说 前面他的依赖是比较多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从数据上告诉我是这件事 然后对于 对于这个亚洲的依赖是越来越增加 好 请你们就是把这张图的值 请改成总计百分比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点2020年 看一下他的一个需求是怎么 所以南美非洲东盟大洋洲中美洲我们几乎都跟他们比较没有往来 我们比较有往来的就是亚洲北美中东欧洲以及欧盟 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要讲到说这个国家嘛 那地区 地区 所以我把它画在这边 因为他是国家对不对 所以 您不妨把它画成是一个世界地图 我觉得都可以 好 就方便老板来去看 好 那我先不画成地图 我画成这个图 这个叫做漏斗图 漏斗图的特色就是由大排到小 我先画这么大好了 然后接下来 因为刚这边是地区 接下来这里面就要选国家 它就会放到群组 国家里面的值 那通常 通常 通常 我们如果这样子点 这样子点 我觉得很 这也是很多国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我们会这样子 就是把这个 这一张图的 我应该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说 以这张图来说 他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说 在亚洲地区 亚洲 我只看亚洲 的 这几个国家 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差异 也就是 各年间应该都差不多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最多的 中国大陆 第二多的是 日本 第三 进口最多的是 新南向的 那18个国家 再来就是 东协10国 这可能是因为国家多了 韩国跑去哪里了 韩国在这里 大概有听懂 这种图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 就是 大概知道 它的一个比例的变化 想想象一下 那个比例的变化 就是说 我们对于 大陆的需求 我换一个 我换一个 呈现的方式 如果说 我今天我用 直条图来呈现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 在2020年 然后 亚洲 对不起 这个还是要把它改成 改成这个 总计百分比 然后 当我点了 亚洲 亚洲 其实对于亚洲的需求 是越来越多 那如果我们看 2020年 2020年 比刚刚还要更多 好 那 2019年 有发现 反正都是成长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 比例的差别 其实 好像 好像 例如说第一名跟第二名 有一段距离 第二名跟 第三名 我觉得应该叫南韩 它的差距还是有的 可以吗 因为这边有十几个国家 新南向十八国 这边是东协十国 所以我觉得 这边有存在不公平的统计比较 可是第一名 中国大陆 第二名 那个 日本 第三名 南韩 它其实存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减少 我只是要讲这件事情 那通常这件事情 我们用漏斗图就 根本就不用转那个值 它就直接呈现给你看了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 只是这边太多国家了 太多国家了 因为有三十几个国家你要描述 所以 其实这种图就感觉好像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呈现 去说明这件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个叫漏斗图 漏斗图 可以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主要的国家就是集中在那几个 当然可以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枢纽交叉分析筛选器在做的事 反正就是 我 我不要管别的国家三十四个 我只管亚洲的这十几个国家 各位你点一下那个北美洲 你就会发现 哇 美国跟加拿大 我们的进口需求这差太大了 这样子好还是不好 当然不好 这么远吗 同样都是距离这么远 对于那个 美国的需求原来这么多 其实我们会把那个对美国的需求跟对大陆的需求来做一下比较 好 那我就先教一下 我就先教一下 就是说看你要不要就是把资料做一个就是区分 就是你真实把资料给别人看的时候我们是会区分 我只要看亚洲 我只要看北美洲 好怎么做到这件事 来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我只要看到某一个区块 所以在空白地方给一下 这边有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就只要勾地区就好了 就是限制别人观看 只要观看这几个地区 这个字很小对不对 好 请问这应该很容易懂吗 好 他说假设你勾了亚洲 他这边就只会秀出亚洲的这些国家 你看图是不是都变相对比较大 例如说北美 北美 可以吗 一看就知道差很多 这些图都会跟着改变 这互动式报表 就在讲这件事 好 那我可不可以只把亚洲 还有Ctrl键按住 那个 那叫什么 北美 北美 好 你看哦 你这样子的话 当我们今天勾了亚洲跟北美 我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图 只有把亚洲跟北美呈现在这边 你可以发现 其实美国就算再大 也不及于亚洲的大概 大概20%了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只是要跟你们讲这件事 但是 但是这边这张图 这张图 因为很简单 就是交叉分析筛检器 然后请勾 请勾什么 请勾这个地区 我希望它放大一点 所以我一并交完 就是格式 格式 然后控制 选取控制 像请勾 请勾这个 以Ctrl键进行多重选取 关掉 还有全选打开 这边就多了一个全选 可以哦 这两个要刚好颠倒过来 因为到时候你给 这边是按Ctrl键控制 我刚刚真的按Ctrl键来控制 它才可以选到亚洲跟北美洲 但是现在我把Ctrl键关掉 你就点一下它是打开 再点一下它就是关掉 就不需要按Ctrl键 这是为了这张图到时候是要给老板 用手机或平板看 手机拿Ctrl键在哪里 它是没有Ctrl键的 这样了解 它就只能点一下打开 再点一下就关掉 就是我现在说 那个亚洲 然后北美洲 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就选到这两个了 那你再选中美洲 你看中美洲就变成一条线了 然后接下来把中美洲关掉 就再点一下它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会希望这个字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当你到平板上面的时候 字这么小 那个老板点不到那个核取方块 所以我们要把字变大一点 这个格式 你觉得哪一个项目 这个叫对交叉分析筛减器它叫项目 好项目的值把它射文字射大一点 这样字是不是有大一点 当然那个标题 当然那个标题就要也设这个交叉分区分析项目的标题 就是地区了 也设大一点了 或者是干脆就关掉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提供给我们参考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然后到了下课休息的时间 10分钟 好不好 2点45分进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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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交叉分析筛减器不是很困难 好 最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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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亚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例如说 只看 这边 就是说 这边 我们要把他 感谢观看 对于是 好 好 没有问题 都写好 这对我们 一张 一张 一样用用 中间 对于是准处 希望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大 这样大概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那都是等一下 我们才能做的那个比较 所以你这边大概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贸易顺差这个比例 其实是在慢慢缩小 慢慢减少 因为是进口在增加 出口时评 可以理解 好 我大概只是要 等一下我是要把刚刚所说的这些画面 画出来 这样子你的老板就一目了然了 也就是有很多 根本他就不需要去思考 他只要看这些真相就好了 好 请你们全部都要改 我只能给你们 例如说一分钟剩下当作业回家慢慢改 听得懂吗 因为你进口会做这一张 出口就应该也会做这一张 只是你就把那些参数都改掉 改成全部都是进口 好 换你们 好 同学生很辛苦 那个老师因为时间宝贵 所以没有给大家太多的时间 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多选一点 好 多喜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其实我本来都不知道 这是只是我去Google 这是我要交付之前 我要稍微先做的一个基本功课 所以我只能讲到这边 更深入的 你要知道国贸实在是很大的一门识问 所以我先讲到这边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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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第一个那个树状笔的时候 我们这个你用百分比 可是如果我没做其实是一样的 下面的确是有差 下面是因为他是百分比吗 所以他变成是你选主类 他现在只要出现子类 其实是只有这个要做 对这个应该可以不用做 不用做对 对是的 好我大概做完了我们就是也不检查你 有没有做完可是我们接下来主要要谈进口跟出口的关系 可是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走到预测预测 预测贸易顺差的比例是怎么样 好那画面借我用一下 等一下那既然是这样我还是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我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可以认识一下 这就要是这样的东西 我可以认识一下 好 画面就使用一下咯 好 我们简单在出口分析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边我们可以得到近四年 近四年其实差不多 它是磁瓶 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那2015 2016年 它出口确实是在下降 好 那这个情形也反映到进口 出口下降跟进口 那个也在下降 好像是有存在一个相同的正比关系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主要依赖的出口国 就是说这也是贸易合作伙伴 应该还是在亚洲 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 主要的出口的国家是中国大陆第一 第一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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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是新南向 先不管 这因为很多个国家 等一下 我就只先看亚洲好了 这太小了 你看哦 主要中国大陆这个香港 有看到吗 香港 日本 日本 你看我们的输出才5.78%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对于日本 我们是进口大于出口 所以是什么 请看白板 贸易密查 对吧 好 贸易顺差就是出口大于进口 所以我们对于大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大陆这边 假设一样我也只看亚洲 亚洲 中国大陆 虽然它占25 我应该把那个值算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值 可是至少游标移到这边 有没有看到 各十百千万 十万 二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 2.1亿 这边 我们的对于大陆进口2.1亿 那出口 出口3.41亿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对不起 这样好像不对 应该要点到它 然后这样才对 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9千6百万 这个出口9千6百万 进口 进口 5千8百万 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贸易顺差 因为出口大于进口 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对 可以吗 中国大陆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日本就好了 日本 日本是这个 这个 2020年 它是3千7百万 可以吗 强调显示 这边是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3.7 3千7百万 3千7百万 那看一下出口 出口 日本 这个 的这一年 出口才 2千 1百万 所以 我们 对日本来说是贸易顺差 这样大概知道 这重不重要 还蛮重要 这 这个 假设你今天你要去 你要去那个 呃 你将来应该都是去外贸公司工作 那个 你这时候你就要去选 怕你是要选那个 呃 路商 还是美商 还是日商 这样可以了解哦 你至少 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 应该多多少少要知道一下 我们对你这个国家是 顺差还是 贸易顺差还是贸易逆差这件事 可以吗 但我想啊 你们可能 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时间 要去研究 研究这件事情 而且还有很多是值得研究 那我现在我是要 开始讲那个比较了 比较各位可以了解吗 我们要把那个 这一年 以年来去看 贸易逆差是怎么样 贸易顺差是怎么样 好 所以我现在 增加一张新的工作表 我们现在 要等于说 合并在一起比较了 现在是不能做到这件事 现在你会说 我能不能画一张什么 这张直条图 然后 然后去把 例如说出口的出口的出口日期 然后他的值 这是出口的值 对不对 好 各年我就画出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放这个进口的值 好 请问一下这个深蓝色 深蓝色是什么值 然后这个是什么值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刚刚我讲说 就好是把它加上去 它是出口的值还是进口值 是出口的主货物 还是进口的主货物 好 不过我要告诉你 这张图是错的 你看这都是平平的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边在画进口这个值 全部都是平的 这不是巧合 这根本就是不对的值 他只会把这里的值全部加走 放来这边 反正这是不对的做法就对了 这样知道吗 我现在要教你 为了要能够同时比较 两张资料表 难道不用关联吗 这样理解吗 现在这两个根本就完全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你怎么可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分析 好 所以我现在就先把它给删掉 好 所以讲到这边 我要先创造一个新的 新的日期资料表 好 那怎么样产生新的日期资料表 再插入 再模型化 模型化 一 模型化 二 新增资料表 然后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输入 比如说 这个叫做 各 年 统计 然后我要创造一个叫做 calendar calendar在这里 所以 所以输入 CA 然后方向键往下 方向键 知道键盘方向键 然后 tab 接下来 接下来要输入 开始的日期 逗号 结束的日期 那我的资料 那我的资料是不是从2011年开始 1月1号到20 1 2020年的12月1号 好 所以我就写 我就写 写这个日期 开始的日期 DAT1 20 有看到 年 那就2011 逗号 你其实这边 他输入逗号 你就输入逗号 接下来是不是要输入月 所以就是1 逗号 再过来 这边是不是要输入日 1 然后 DAT这边做完了 所以你要加一个右刮壶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这个star DAT的输入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再输入一个逗号 要按照他这边输入 接下来这边他是不是就变成出了 代表说我要继续输入 结束的日期 一样 DAT1 这个 这个都是以色谣的函数 然后 一样年月日 2021年 不对 应该我只有做到2020年 就是我只有取到109年的12月1号 然后接下来12月逗号 你可以写到31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 这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那你怎么知道结束 刚刚这边是不是还在DAT1的这个天这边 所以我是不是要输入一个右刮壶 你看当我输入一个右刮壶 什么结束 DATE那个函数结束 是不是就回到了calendar的end结束的这个地方 然后输入一个右刮壶 然后输入一个右刮壶 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 听闻 这件事情一定要看懂 以后他都有提示 好 Enter 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个个年统计资料表 简单说这张个年统计资料表 有一个叫做DATE 就是从2011年1月1号开始 这个个年统计 有没有 好 只是 只是请你们稍微创造一个新的日期资料表 请你们动手做 这边还没有讲完哦 你要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在这个DATE这边 他的资料形态是年月日10分秒 对吧 好 那我们来去看出口里面的这个日期 出口里面的这个日期是年月日 请问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要麻烦请你把这个个年统计里面的这个DATE 就是这个DATE 他的格式资料类型 我们要把它改成日期 可以吗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在做资料清理 其实最后是我做的 好 我也是做了这件事 我要把它改成日期 这就是那个 类型转换 然后接下来我才能去做关联 这个关联一定要做起来 你才能去才能够去画图 这样可以了解 而且我不是用出口的日期 我也不是用进口日期 我是用整个关联起来 那个日期也就是个年统计里面的日期 这才是正确的观念 好 这反正那么多张资料表你都没做关联 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所以怎么做 请问 请问个年统计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Date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Date 拖曳到出口日期 让它建立关联 然后再把Date 搬到进口日期在这边 可不可以把进口日期搬过来 可以 可是我现在要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对的 有看到吗 它不是指这个空值对应到这边 不是 它只是一个示意 这张资料表对应到这张资料表 它有关联 什么的关联呢 是个年统计的日期 1对应到出口里面 出口日期的多 这是1 这是多 意思就是说 这个出口日期会因为有不同的国家 同一天会发生很多 相同的日期 这就是多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意思 如果说你觉得 你想要删掉它 重做可以滑鼠右键 要在这条线上面点右键 就会看到删除关联 你在这边点右键 对不起 它是没有删除关联的 一定要在这条线上面 点滑鼠右键 好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关联的建立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准备来去画图了 所以我先暂时停留在关联的建立 所以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们必须要把这个个年统计的Date 他的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麻烦请把资料类型要改成日期 第二 请建立关联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概念 所以一并就请你们做完 明镜需要您的 Bock作为 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说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在做进口分析 然后做出口分析 你看这张图 你觉得这样子对不对 这样子就不对了 好 那是因为这边 这边轴 我们应该再做一些调整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你大概会发现就是 这边红色比较多 这边蓝色比较多 因为它已经切分到 以日来呈现了 好 可是我现在我要讲的概念 就是说 刚刚做了一个进口的分析 也做了一个出口的分析 好 可是我们现在要做进出口分析 对吧 好 所以我们这边文字方块 请你先写进出口分析 然后 然后麻烦请把这个字一样 稍微设大一点 比如说射到20 比如说射到20 进出口分析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 再来稍微观看一下咯 那个 就是我同时要有进口 跟出口的资料在这边 好 首先 首先我当然就是要去画刚刚那一张图 也就是进口 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 date 我先稍微把它画大一点好了 这个 date 这个 date 我用这一张群组直挑图来画 然后里面是不是应该要有进口的值 进口的值 我勾在这边 进口的值 我用的是这一个日期 我不是用进口日期 好 我用的是 个年统计里面的 date 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值 然后接下来 我再勾出口 出口里面的值 请问这样是不是就对了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张图是对的 可是我们关心的 其实应该是这个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要去做比较 你就是在比较我的 我们期待希望 中华民国永远贸易顺差对世界 对吧 当然对 那我们关心 如果要做到这件事 我就会预期希望 希望我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出口大于进口的这个比例算出来 可以吧 然后我们要去侦测 这个比例 有没有在逐渐下降 逐渐下降 下降到10%以下 那就不好 那就应该会低VV 每一天都要想 这样了解吗 真的大数据可以做到这件事 他就是要做到即时分析 这就是我最后我要教的 机器学习真的就是在讲这些事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蓝色一定是出口 这个深蓝色是出口 这个浅蓝色是进口 这边 这边假设这个比例是 例如说 1.6 然后这边我就会希望是1.7 1.75 1.8 听得懂吗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去画那张图 可是最重要的重点 你要先画完这张图 你要先画完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就是说 去看就是这么多年 就是2011年到2020年之间 我们的那个 出进口 进口是浅蓝色 出口 进出口的一个要比较的 这一张直条图 请你先完成 就算是 它这个画应该是 限定的 就是 这一张图 它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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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就是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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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